就是9点钟10点钟接触还有一个活动 所以要提前10分钟 给大家一个过渡时间 所以说我们就提前10分钟 8点50开始到9点50结束 这个时间就是说 大家每天早上就是8点50准时开始 那个日语这边的 那个郭老师 你那边你把你那个简历材 你再发给我 我把那个简历材 你一会儿直接转到群里 好的 好一会儿下课吧 一些图片图片 你回头我转一下 郭老师这边 他是在这个 在日本那边 读了三年的研究生 这个日语研究生 所以这个专业性各方面都很强 对讲我们这个 这个基础的最基本的 这个零基础的日语 那应该说是 那是很熟练的 这个没问题 这个方法各方面 他就应该是 这是很到位的 和大家认真听 日语确实一个 也就是世界 比较重要的一个语言 大家都多学一下 就孟特利尔来说 也是几个 就是除了英法语以外的 也是其他的语种 少数语种来说 也是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语种 好吧 那就这样吧 就是中间呢 尽量大家不要早退 这个有可能 我们就要关闭 正常来说 我们是8点50要关闭 因为老师讲课之前 讲课的同时 我们要关闭 这个 因为已经给大家 上周都发过这个 群公告了 咱还是要按照 这个课堂的纪律去要求 所以尽量大家不要出去 出去可能都进不来了 就说这里边 就这一个小时时间 好了 就这样吧 郭老师 你开始讲吧 好的 大家可以把Mac打开 有人能听到吗 可以跟我互动一下 可以听到 我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 大家可以跟我互动一下 跟大家说早上好 你们跟我说一下 早上好 好吗 早上好 早上好的意思 好的 那我们 上节课我们学的内容 大家都有记住吗 资料显示 まずは 復習したいと思います 首先呢 我们先来复习一下 上节课的内容 不知道哪位同学那边 有电视的声音 可以关一下 先看一下我的屏幕 上节课我们讲了 日语语法的特点 一共有五个特点 第一个是 我们说日语是一个粘着语 粘着语 就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每个单词后面都需要加一个注词 起一个这个胶水的作用 把它们粘在一起 就是粘着语 第二个是有系统的静语体系 日语分为静语 普通语 还有正重语 正重语我们是在这个论文报告当中 会比较 会用的比较多 然后呢 还分为静语 字谦语 和这个 和这个美化语 三种语言 第三个是句子越长越礼貌 比如我们刚刚说的 是最长的一个早上问号 可以把去掉的话 就是也表示早上好 主要是比较亲密的朋友之间 家人之间可以说 或者是比你地位低的人 说一下是可以的 如果遇到你的上级长辈 或者是正式的场合的时候 要说 第三个 第四个我们讲的 句子的成分有一定的语序 我们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是 煮喂冰的结构 我吃饭 日语是煮冰喂的一个结构 我饭吃 这样的一个结构 是它的语序和中文最大的不同 第五个是它的暧昧性 暧昧性 我们日语讲 I my side 它是模糊不清的意思 和我们中文的意思不一样 模糊不清 就是说以新传新文化 它们不管说什么呢 都是 不明确的回答 不明确的拒绝 这个就是日语的一个暧昧性 然后 我们这个暧昧性 后面也有一些寒暄语 我们一会儿复习一下 然后昨天 上一课学了一些寒暄语 我们来看一下 把它复习一下 读一下 第一个早上号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有人吗 可以跟我一起读一下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どうも 第二个的话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这个是比较礼貌的一个用法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第三个的话是 可以直接说 ありがとう 比较简洁的一个说法 大家是这样 大家都可以打开 刚刚郭老师说了 是不是都可以打开 都可以打开你卖 就是说你注意 你自己环境 不要有其他杂业进来 都可以打开卖 跟着老师念 ありがとう 都打开了是吗 打开来了 然后谢谢的话 我们讲最简单的说法 可以直接说 どうも 第二个是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二位 第三个的话 比较简单的说法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 最后的话 如果说的话 最礼 bash名 どう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どう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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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下一个的话是我们讲的日语暧昧性里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句子 domo 的一个意思 domo 的话刚刚讲的是感谢的意思 然后如果在其他的场合可以当你好的意思 domo 你好的意思 do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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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后面加上simas的话 domo すみません就是很对不起的意思 domo すみませ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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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的话是加上 お疲れ様でした 就是太辛苦了 您太辛苦了的意思 domo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mo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 も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 も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mo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mo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 も お疲れ様でした 这个お疲れ様でした的时候可以用在我们就是说再见的时候 下课的时候可以说 下课的时候可以说 你对老师讲或者你的上级讲或者是你不熟的人的时候要说全了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 も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 も お疲れ様でした do も 这个可能不太熟 oh 这个大家可能不太熟 oskare-samaで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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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最后是个他 然后我们上这课还学了五个原因 五个原因还记得吗 然后我们学了这个 自我介绍 自我介绍 我们上这课还是后学的 自我介绍 第一个 初次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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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 我认识 然后我认识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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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姓什么的 上课有欧さん 我认识 你有称 有向心 我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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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有 mental 还有姓吕的是吧,Ryo? 私はRyoです。 还有姓什么吗? 可以说一下姓,自己的姓。 张是Chio。 Ryoです。 私はRyoです。 张是Chio。 Chio。 Chio。 对,Chio。 私はChioです。 Chioで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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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はChioです。 还有什么姓呢? 私はHades。 Hades,yeah。 Hasan,还有哪位? 私は姓。 老师姓曾,怎么说? 曾是哪位? 曾国藩的曾。 中国藩的曾。 S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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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です。 So,です。 王老师。 姓赵呢? 老师。 赵,赵是Chio。 Oh,张也是Chio。 对,和张是一个。 老师,那王呢? 王是O,或者是王。 Oです。 王是O,或者是王都可以,但是用O比较多。O比较好听嘛。 好,好。 好,谢谢。 哦。 还有姓林呢? 林。 双墨林。 哦,Hayashi,Hayashi-san,Hayashi,Hayashi,Hayashi,林。 哦,林是吧? 这个林是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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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yash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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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谢谢。 Hayashi,Hayashi,OK,谢谢。 老师姓王怎么说啊? 王是O。 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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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O。 哦,一个O,然后一个长音,O,王。 O。 O。 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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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응。 п 鱼的话是这个鱼哦。 这鱼 凡体字的那个鱼就是没有你那个干钩语 。 哦,是这个. 这个语 确实也有 怎么念呢 可以读乌 乌也可以读乌 乌也行 乌也行 乌嗓都可以 乌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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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别人的时候 后面加桑 说自己的时候 后面不能加桑 这个桑 就是我们 我们老写的这个桑 这样 说别人的时候 后面加桑 说自己的时候 后面不能加桑 然后最后一句是 请多多关照 どうぞよろし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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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まして 那句話是 我過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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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阿库,你能说你自己的姓就可以 Watashi wa O desu O desu Watashi wa O desu Watashi wa O desu O desu O desu 鱼的话是O,王的话 是O,不一样 一个是O,一定是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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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uzo Yoroshiku Douzo Douzo Yoroshiku Douzo Yoroshiku Douzo Yoroshiku 如果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开始今天的内容了 好 今天我们学 发音 主要是学发音的一个写法 大家拿 最后拿个笔拿个纸 写一下 首先我们学了阿航 上节课学了阿航就是五个原因 跟我一起读一句话 然后上面这旁是评讲名 下面是骗讲名 看一下它的写法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写 这个写法挺难 这个写 这个写你不会写的话 后面也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 第一个 读什么 然后看一下 平点的写感 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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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 片甲 明的写法 2B 自己练一下 最后会把这个 方法放到群里去 好 好 这个 老师 我问一下 评价名的 第二笔 是弯一点 还是弊的一束 弯一点的 我看一个那个 小的皮 OK 可以下一个了吗 可以了 下一个 第二个是 一 对 发一 看一下一的写法 一的话是中文的 以为的以 以为的以 变过来的 这比较简单 单理人 对 这边是个 评价名 片段名是个单理人 这样一个音 这样一个音一分钟吧 行不行 好 可以 看一下第三个音 第三个是 五 看一下 他写吧 看一下他写吧 对啊 老师 这个是片甲名 这个是片甲名 片甲名 罗马 片甲名这种特别圆润的 片甲名是这种有棱有角的 好 谢谢 老师可以回去再看一下 再讲第一个 这个是第二个 我给你们把 发到群里呗 现在发还是一会儿发呢 一会儿发吧 都练完了吧 对啊 这个是一 第二个音一 第二个音一 那两个是在那里呗 那是个是一 一 五 第三个音五 五 五 第三个是五 一会儿再看一下 一会儿吧 一会儿吧 一 五 五 二 一 五 OK 下一个音 一四个音是什么音呢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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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个圆一样 A下面这一个是一笔下来的 一个点 下面这个一定要一笔下来 哦 一笔 这是A 嗯 A A R 点 就是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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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了吗 然后看一下阿航的一个口型操 一起来练一下口型操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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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 A O U A O A O 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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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A U A A U A 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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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I U A O 口型操 感觉怎么样 老师领的能念 老师一不领也念不动 主要是会写了 就会念了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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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一下片讲明吧 片讲明熟悉一下 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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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U A-I-U-A-O A-A-I A-O-U A-O-U A-I-U A-O-A-O A-O-A-O A-I-U-A-O A-I-U-A-O 这个是阿行的一个口型操 口型操学完之后 我们学几个阿行的单词 看几个阿行的单词 第一个看一下 阿姨 我先说一下 这个是红色的 红色的就表示它是一个重音 它的音要高 第一个音调是高音 阿姨 第二个单词 第二个单词是没有交互的 它就是一个平调的音 平调的音就不需要有高音 或者是有高音 或者是有低音 就是 这个就是指的上的意思 5A就是上的意思 上面的意思 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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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是 1 1 1 然后第二个是 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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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2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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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A 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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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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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A 2A 1A 2A 2A 最后一个A A写作一个绘画的绘 它表示的是画的意思 一幅画的画 写作一个绘 再看一下单词 第三个是 A写的话还有什么问题吗 A写的话还有问题吗 没有了吗 没有就继续了 下面一行 一天学两行的话 也要学一段时间了 下一个是 一个假名为命名 它是 对 它是卡行 第二行是卡行 卡行 卡行 就是一个辅音 我拼在一起的是 读一下卡 第二个 第三个 哭 哭 哭 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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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A和A拼在一起的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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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意思 克和A是开 最后一个是 最后一个是 可和A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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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名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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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续续一下 卡 击 哭 击 击 卡 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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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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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 哭 击 哭 哭 哭 卡 击 哭 击 最后一个是 哭的音 哭 哭 卡 对 哭 哭 卡 击 卡 击 对的 卡 击 卡 击 卡 击 击 对的 然后看一下写法吧 看一下写法 第一个是 怎么读来着 卡 对 卡 看一下卡 卡的话 平价名 上面这里是有弧度的 是弯的 就是我鼠标这个地方 它一定是弯的 然后呢 片价名呢 这里是 就是一个例 我们写例 里面的例 这个是个角 是这个角 这边上面是弯的 一定要是弯的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继续下面了 卡 卡 卡 你本子上记一下 它的写法 然后下课的时候 就是多练习 练一下 卡 卡 下一个 下一个读音是 P P P 然后看一下它的写法 你看这个写法 这个我两次打出来 这个 它是一个书学体 印刷体 印刷体 我们这个动图 它是一个书写体 它多少有点不一样 你看这个印刷体 它有个小沟 然后这边呢 这个沟没有那么明显 其实不用写沟 就写一个竖就可以了 不要写沟 没有沟 没有沟 不用写沟 老师问一个问题 这个 这两行长短 有啥讲法吗 没有讲法 好像上边长 下边短似的 看着 正是 就是你写的时候 没有 不用管它 长短 就是写一样长 就可以了 OK 但是片甲名 是有长短的 对吗 嗯 片甲名 片甲名 你写的时候 其实也 两个 下面这个稍微长一点 也行 但是 就是写一样长 也没有问题 但是下面 下面这个红 不要写 写的比上面那个短 就行了 好像它那个竖 不是直着竖 是稍微有点歪的 是吧 它是稍微有点斜的 嗯 就是这个 假名的话 它全都是有点斜的 它不是像我们那个 呃 没有 它一定都有一个弯 就是这个斜度 我们看一下下面一个音 第三个音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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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这个哭 哭这个片甲名 看一下这里 这里是出头的 嗯 出一点点 对 出一点点 对 它一定是出头的 它不出头的话 就变成另一个音了 那个音我们最后会学到 哭 哭 比较简单写是吧 对 哭 看一下下一个 下一个 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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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开下一个 我刚才看到你那张表里面 那个片甲名 好像像一个五字一样 但为什么现在这个是另外一个种写法呢 哪一个五 就是那个开的片甲名 刚才上面有一张副表 对 就上面这张 看着像 不太一样 哪个是五 对对对对 好了 可能剩那个是小写 看着比较缩写 嗯 好了 好 好 这个一个 是 哭的音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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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看一下 喀汗的苦行操吧 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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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 吴 吴 启 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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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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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喀� 卡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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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 下一个是 最后是 然后再读一下 从头来一遍 然后看一下片甲名的口证头 这个音是什么音来的 下面是 下面是 我们再读一下 这个口证头 我们再读一下 我们看一下看行的单词 第一个 卡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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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颜值 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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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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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掉了 中音在A上 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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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车站的意思 车站 这个字是念车站的意思 这个字是车站的意思 它指的是电车站和地铁站 只指这两个站 电车站和地铁站 还有火车站 这三个站反正就是用这个字 Ec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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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下面的词 Kiku Kiku 菊花的意思 Kiku Kiku 写作菊是菊花的意思 Kik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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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 这个音是什么来着 I Iki Ki Iki 第二个音是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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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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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最后一个 ko ko 他的中音在第一个 是koi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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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寫作声 这是声音的意思 指的是声音 这个声呢一定是 人或者中午发出的声音 就是说能传气的东西发出的声音 寫作声 比如说两个物体摩擦的时候 产生的声音 它不是这个声 这个声的话代表是 人或者人产气的生物 发出的声音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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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再看一下单词 一个是 Kao 第二个 Eki 但是中音的第一个音响是 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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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 体哭 体哭 Kiku 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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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声音的声是 K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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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I-U A-E-I-U-A-O A-E-I-U-A-O 再看一下 A-E-I A-O-U A-O-U A-E-I-U A-E-I-U A-O-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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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U-A-O A-E-U-A-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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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三个是 第四个 然后再看一下 开号的古型头 卡卡锡 卡锡 卡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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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一下单词 单词第一个 他这个一个假面就是一拍啊 一个假面一拍不是 你这是两拍了 你去拉长 第三个是 最后一个是 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现在可以问一下 说啥 听不太清 太难了 老师 记他这个 什么 骗假名 骗假名 就是 这个有点什么技巧性的东西吗 就是 有点难 就是 纯血 纯背 没有什么 就是多血 多背 死基因背 对 我们 像我们 平时上课的时候 就是讲完了之后啊 就每天就让学生这个 默血 天天默 直到默会了为止 就像 汉语拼音 字母单母一样 字母一样 对 他没有办法 你必须 你这个会读了 会写了 你看到他 知道他读什么 你后面 你后面才能 读单词 读句子 是吗 因为书上的话 他没有罗马字的 他没有罗马字的 现在都给你 标上罗马字 书上的话 你看 初级的书呢 它是这样的 他给你假名和汉字 到了中级的书呢 他连汉字 假名都没有了 直接这个了 那你就要知道 他叫卡欧 对吧 没有什么联想啊 什么诀窍 没有的 就是四级 对 老师 你今天上课的内容 方便发到微信吗 尤其这个 圣词表 还是说我们在 Google 写法都发到群里 然后呢 把这个口型操和单词 发到群里去 然后 你也发过去 好吧 好的 我们可以 反映出来 方便 因为这个有十号 我觉得一节课 只能讲两号 就比较慢 就慢点讲吧 想速 怕你们着急 我都很着急了 我们不着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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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记不住 不是老师 因为我们都是零基础 又都比较年纪 稍微比较偏大 你讲的太快 有些跟不上 就没有兴趣了 所以您慢慢的讲 大家很有兴趣 行 如果是发音这阶段 太枯燥了 没有东西可见 有同学举手 这个怎么搞 我不会搞 他看不过来 举手 他是想 问一下问题 可能 就人家是比较有规矩的 不像我们 不举手就发言了 那直接说 我不会搞这个东西 对不起 那个老师有个问题 就是在字典里 他们写 往说标一个字的发音 是不标 字典里 是吧 字典里它就是汉字和假名 汉字和假名 是这样子的 罗马字 它的不标 但是不标 哪个是正义 正义是吧 它那个字典呢 后面会讲到音调 它后面会 会画一个圈 是这个样子的 圈一 圈二 圈三 它会这个样子的 圈一呢 就代表它的重音 在第一个假名上 圈二 它就在第二个假名上 那我们这个字 我们这个字 只有两个假名 就没有圈三了 后面有的词啊 可能是特别长的 比如说四个的 四个的 它是 它假如说 它会标 它可能会标一个四 可能会标一个三 标四的话 它就是在 中音在第四个 标三的话 中音在第三个 它也可能标个二 不一定的 它有的单词呢 一个单词 它可能有两个读音 或者三个读音 这个也是不一定的 音调的话 是在最后讲 现在讲的话 有点太早了 所以我给你标上颜色 啊好 谢谢 谢谢 另外老师 关于书写那块 我看 那个笔画 有时候 是不是也很重要 就是先写哪一个 好比先写横啊 我看还有些 先写什么钩啊 先写什么点啊 我们这个圈图上都有 你说 有是吧 这图上会点 你看这个图 你按照它的顺序 它这不就点 先点点 先后画的这个吗 你按照它的顺序 就先 你就像像这个 我就老看 它写下边这个 那就先写点了 这个意思 它没写点 先写一个树 然后这又一个树 然后再过来 OK 那这个上头 这个平甲名 就是从下头往上写 是不是这意思 没有啊 它也是从上面开始的 不是 我说点 我说下边这个 我说这个 这是片甲名 先写这个 我说平甲名 这个 下边这一块 是从上面往下写 你说这个 我怎么看呢 我这显示是黑的 老师从 从下头往上头黑了 不是啊 你要看黄的是它的顺序 看黄的 我在那看黑的呢 黄色是它的顺序 OK 好了 明白 谢谢 真的要好好学习过程 比较枯燥 但是也很快乐 谢谢老师 老师辛苦 那如果我们今天没有问题的话 就到这里 郭老师 我想知道一下 这个想用自己的电脑 给它那个打印出来 就是比如输入的话 它需要下载特殊的软件吗 比如现在输入汉字 你要需要输五笔字形 或者 你得下个那个日语输入法 啊 日语输入法 然后打的时候呢 以什么 打的话就打罗马 罗马字就打出来了 我们讲了罗马字那个作用 三个作用嘛 就是第一个是 商标 然后第二个是输入日语 输入日语 就是在这儿 我想打R的话 我就打 那个像拼R一样 是吧 对 你就打一个A 打个A 我这打的A 它就出来一个R 哦 就打罗马字就打出来 下载一个 但是它如何去界定 比如说打个这个A 它有可能出评价名和片价名 但是我自己去选是吧 比如上一行 或者选下一行 嗯 它的那个 它那个输入法 有的可能还分片价名片价名了 有的可能会比较细 那你也打 你说你刚才一打一个A 它直接出了那个 我打一个 我现在按的是一个A A出来 那你要是想打片价名 你怎么办了 就片价名在这儿了 第四个 那你需要每次都选呢 对啊 一个A打出来有很多啊 我打很多音啊 你看 这都是发A的音 就跟我们写拼音是一样的 打拼音是一样的 OK 那每次都选 那如果我打A 我默认的是吧 就像那个A 平价名是第一顺位 默认的 就直接可以按回舍键 就直接上去 那其实打出来的话 汉字比较多 你看刚刚说的A是这个 那A和A还发这个音呢 就是见面的 见的意思 阿姨 这个也是阿姨 和合适的和 阿姨 那好 那就跟咱们那个 拼输入法一样 孝心选 是吧 对 你选你自己需要的字 你也有联想法吗 就比如说输入词汇的时候 有没有联想之一出来 那个加快 输入速度 有 有的 打前两个 它自动出来第三个了 好的 谢谢 谢谢 王老师 这个Laura有问题 要问一下 Laura请听 谢谢 我刚才问完了 谢谢 那我看你一直在那举手 对不起 忘记关了 抱歉 那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今天就到这结束吧 谢谢 谢谢 どうも お疲れ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うん 对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ですか OK OK どうも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またね またね お疲れ様でした お疲れ様でした